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复习人体对外界环境的感知 这节课的学习目标是 一 描述眼球的结构 阐明视觉的形成过程及近视的成因 二 描述耳的结构 阐明听觉的形成过程 三 比较耳的结构 眼和耳各结构在功能上的相似特点 认同结构与功能相适应 人类主要靠哪些感觉器官从外界获取信息呢 你一定会想到眼睛 耳朵 鼻 舌 皮肤等 调查显示 眼睛获得的信息占所有感觉器官获得信息的首位 达到了80%以上 下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眼球的结构 下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眼球的结构 眼球的结构 中膜 中膜和内膜 外膜包括脚膜和拱膜 中膜包括红膜 结状体和脉络膜 在红膜的中央有一个孔洞称为瞳孔 内膜 内膜是指视网膜 内容物包括 精状体和玻璃体 视网膜 边者是神经 我们通常说的黑眼珠 白眼球分别是指哪个结构 黑眼珠是指红膜 白眼球是指拱膜 人眼靠哪个结构 根据周围光线的强弱 调节进入眼睛中光线的量呢 是靠红膜 红膜上分布着平滑肌 因此红膜可以收缩和舒张 当红膜收缩时 瞳孔扩大 让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球 当红膜舒张时 瞳孔缩小 避免过强的光线进入眼球 光线在到达视网膜前 经过了哪些结构呢 经过了角膜 瞳孔 筋状体和玻璃体 对比人眼和照相机 哪些结构对应相似呢 人眼的筋状体 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 人眼的瞳孔 相当于照相机的光圈 人眼的视网膜 相当于照相机的胶片 那么视觉是怎样形成的呢 外界物体反射来的光线 依次经过角膜 瞳孔 筋状体和玻璃体 经过筋状体等的折射 落在视网膜上 形成一个物像 当视网膜上 对光线敏感的细胞 获得图像信息时 会通过视觉神经 将信息传给大脑中的 视觉中枢 视觉中枢处理相关信息 形成视觉 这时我们才看到了物体 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 接受到图像信息的刺激后 会将刺激转化为神经冲动 神经冲动沿着视觉神经 向大脑传递 图中粉红色的是视感细胞 主要在昏暗的光线下工作 它使你看见黑色 白色和灰色的阴影 蓝色的是 视锥细胞 主要在明亮的光线下工作 它使你看见各种颜色 同学们一定会发现 在我们的身边 有很多同学是近视眼 近视的形成和遗传因素 以及后天发育都有关系 但是不良的用眼习惯 也可能会导致近视 哪些不良的用眼习惯 可能会导致近视眼呢 如何矫正近视呢 长时间的看近视的 长时间的看近视物体 如长时间的看书 长时间的打游戏等 使得眼睛的结状体 长期处于收缩状态 甚至近卵 使得筋状体处于过突的状态 以致不能复原 这时如果眼球的前后镜 还正常 称为假性近视 但是如果继续不注意 还是不良的用眼习惯 可能会导致眼球的前后镜 过长 使得雾像无法落在视网膜上 而是落在视网膜的前方 这就形成了真性近视 近视眼 看远处物体时感觉模糊 需要佩戴 凹凸镜进行矫正 相反 人在中年以后 由于眼球的老化 使得眼球臂的前后镜过短 这样使得雾像 落在了视网膜的后边 使得人看进出物体的时候 模糊 这样的眼就称为远式眼 需要佩戴 凸透镜来矫正 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耳的结构 想一想听觉是怎样形成的 耳分为外耳中耳和内耳 外耳包括耳锅和外耳道 中耳中耳 中耳包括 骨膜 三块青小骨 骨式 中耳 骨式通过 腌骨管 和腌部相通 内耳 内耳包括 半硅管 前庭 耳窝 外界的声波 经过外耳道 传到骨膜 骨膜的振动 通过三块听小骨 传到内耳 刺激了耳窝内 对声波敏感的感觉细胞 这些细胞 就将声音信息 通过听觉神经 传给大脑的一定区域 称为大脑中的听觉中枢 人就产生了听觉 耳窝内对声音敏感的细胞 称为毛细胞 毛细胞接受到声波信息后 会将其转化为神经冲动 把自己说话的声音录下来 再回放给自己听 会感觉和平时说话的声音不同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 当我们说话时 我们的声带在震动 声带的震动 会引起 声带周围空气分子的震动 空气分子的震动 又会引起骨膜的震动 骨膜的震动 又会带动听小骨的震动 耳窝内液体的震动 从而 这种震动 又会被耳窝内的毛细胞接受 转化为神经冲动 向内传递 这种传导途径 称为气传导 此外 当我们 听自己说话的时候 声波还直接作用于颅骨 经颅骨和耳窝骨壁 传入耳窝 这种传导途径 称为骨传导 然而 当我们把自己的声音录制下来 播放去听的时候 声波的传导途径就只有一种了 就是气传导 所以 我们听自己说话的声音 和听我们的录音 不相同 为什么呼吸道感染会导致耳鸣和耳聋呢 这是因为 呼吸道的器官烟 通过烟骨管和骨室相连通 如果烟部感染 烟部的病菌 粘在粘液上 就可能会通过烟骨管 进入到中耳 引起中耳感染 从而导致耳鸣 耳聋等症状 晕车晕船的原因 与耳朵中的哪些结构有关呢 在我们的内耳中 有三足班硅管组成的潜庭 在半硅管内 有对头部位置感觉的 敏感的感受器 称为位置感觉感受器 能够感受头部位置的变化 与维持身体平衡有关 因此 晕车晕船的原因 与耳朵中的半硅管和潜庭有关 比较视觉听觉形成过程中 各结构的功能有哪些相似点 通过仔细的对比思考 不难发现 无论视觉的形成 还是听觉的形成 按照各结构的功能的相似性 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透光性结构 或传导性结构 另一类是神经性结构 视觉形成中 透光性结构包括 角膜 筋状体 玻璃体 听觉形成过程中 传导性结构 包括 骨膜和听小骨 视觉和听觉的形成过程 均有感受器 传入神经和神经中枢 相当于反射弧的一部分 当透光性结构 和传导性结构 发生严重病变时 均可以导致眼盲和耳聋 这里我称其为 透光性眼盲 传导性耳聋 当反射弧结构 发生严重病变时 我称其为 神经性眼盲 和神经性耳聋 除了视觉感受器 和听觉感受器之外 还有鼻腔内的 嗅觉感受器 舌上的味觉感受器 让我们来对比 各种感受器 会发现 它们有什么 共同特点呢 通过笔胶 我们会发现 在感受刺激的部位下面 都有神经末梢 即神经纤维 末端的细小分支 所以感受器 才能够把 刺激转化为 神经冲动 沿着神经纤维 向内传导 最后 让我们来看一道 选择题 先请同学们 仔细读题 思考一下 应该选择 哪个选项 应该选择A 你选对了吗 阅读题 可以获取到的信息是 导致白内障的原因是 筋状体浑浊 光线透不过去 就无法到达视网膜 形成物像 因而导致视觉障碍 因此 与白内障造成视觉障碍的原因 相同的是 透光性结构 下面四个选项当中 只有角膜是透光性结构 其他的三个 都是属于反射弧的结构 因此 选择A 角膜并变 今天的课 我们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复习 神经调节 这节课的学习目标是 一 描述神经元的结构和功能 二 描述神经系统的组成与功能 三 概述人体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 即神经调节的结构基础 四 举例说出 反射包括简单的反射和复杂的反射 篮球队员 用其协调的动作 精准地将篮球投入篮筐内 主要是靠哪个系统的调节作用 对 神经系统 请同学们尝试回顾所学知识 说出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是什么 是神经元 神经元 与一般的动物细胞相比较 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 相同点是 都有细胞膜 细胞质 细胞核 和线粒体 不同点是 神经元 由细胞体和凸起二部分构成 短的凸起称为竖突 长的凸起称为轴突 轴突和长的竖突 即套在外面的随壳 构成神经纤维 神经纤维末端的细小分支 称为神经末梢 许多神经纤维集结成素 外面包裹着结地组织膜 就构成一条神经 信息在神经元内 及神经元之间 是如何传导的呢 神经元的竖突 接受到刺激 并将信息传递给细胞体 由细胞体传递到轴突 再向下一个神经元的竖突 传递 神经系统由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二部分构成 中枢神经系统由脑和脊髓构成 周围神经系统由脑神经和脊神经构成 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 那么神经元在神经系统内有怎样的分布特点呢 神经系统由脑神经系统由脑神经系统由脑神经系统的分布 神经系统述是神经纤统密集的地方 神经系统由脑神经系统由脑神经系统租 脑干中有些部位专门调节心跳、呼吸、血压等人体基本的生命活动 被称为活命中枢 这样的功能与其结构上细胞体密集有密签的联系 细胞体密集便与其处理信息 脊髓有两种功能 一种是对外界或内部的一些刺激产生有规律的反应 控制一些低级的反射活动如排尿反射等 称为反射功能 另一种是脊髓能将对刺激的反应传递给大脑 并将大脑发出的冲动传导给肌肉、内脏等 称为传导功能 脑神经和脊神经有神经纤维集结成数 外面包裹着结地组织膜构成 因此具有传导神经冲动的功能 形象的称为有限传导 让我们来看一道选择题 请同学们先来读题思考 这是一道关于概念图的题 遇到这样的题目 同学们可以先根据所学的概念 以及概念之间的联系 将概念图完善好 把空缺之处都添好 再对应地看选项 我们来看 神经系统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 所以一应该填写周围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脊髓和脑 因此二应该填写脑 脑又包括大脑小脑和脑干 所以三应该填写大脑 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是神经元 并且细胞体竖突轴突 这样的名词也提醒我们 四应该填写神经元 竖突和轴突构成五突起 再让我们对应地来看选项 A 周围神经系统一 包括脑神经和脊神经 说法正确 C 4是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是神经元 没错 5是神经细胞与其他细胞最明显的区别 就是突起 正确 但我们看B 3 具有感觉、呼吸、心跳等多种神经中枢 3指的是大脑 显然错了 感觉呼吸、心跳的神经中枢应该是脑干 因此应该选择B 韩记得吗? 我们曾经在课上做过膝跳反射活动 什么叫反射呢? 人体通过神经系统对外界或内部的各种刺激所发生的有规律的反应称为反射 首先 反射一定是通过神经系统来完成 对来自体内或外界的刺激均可以做出反应 并且 反射活动可以重复发生 因为它是有规律的反应 请 依据反射的概念判断 草里虫和寒羞草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 算反射吗? 不算 因为它们没有神经系统 完成反射的结构基础称为反射弧 你能依据此图说出膝跳反射的反射弧吗? 接受刺激的部位是膝盖下韧带 因此膝盖下韧带和旗下的神经末梢称为感受器 感受器将刺激转化为神经冲动 沿着传入神经 传导到脊髓 脊髓称为神经中枢 脊髓处理信息后 将神经冲动沿着传出神经 传到效应器 即骨四头肌 骨四头肌收缩 小腿就抬起来了 概括起来 反射弧由五部分构成 感受器 传入神经 神经中枢 传出神经 效应器 值得注意的是 反射弧不仅包括神经结构 还包括肌肉 线体 等其他结构 设想 我们正走在马路上 突然一个钉子扎到了鞋底 我们是先缩回脚 还是先感觉到疼痛 为什么 是先缩回脚 因为缩脚反射的神经中枢 在脊髓 感觉到疼痛 还需要脊髓 先通过神经纤维 将神经冲动 传导给大脑 大脑处理信息后 才感觉到疼痛 想一想 人在感觉到疼之前 就缩回脚的反射 有什么意义呢 脊髓将冲动传到大脑 使人感觉到疼 但传向大脑的路径较长 在大脑做出判断之前 脚已经回缩了 这更有利于我们躲避危险 少受伤害 同学们从小到大 打过很多次的疫苗 打疫苗时 为什么没有将手缩回来呢 你能说出 这一反射活动的反射弧吗 注射部位的皮肤 接受刺激 旗下的神经末梢 将刺激转化为神经冲动 沿着传入神经 传导到脊髓 脊髓再将神经冲动 沿着神经纤维 传导到大脑 大脑处理信息后 做出指令 将指令沿着传出神经 传导到肌肉 于是 肌肉不回缩效应器 就开始起作用了 可见 这个反射活动的神经中枢是 脊髓和大脑皮层 反射 按照是否有大脑皮层的参与 分为简单反射和复杂反射 前面我们列举的膝跳反射 缩脚反射 还有吃眉反射 和望眉止渴 这些反射活动中 哪些属于简单反射 哪些属于复杂反射 你判断的理由是什么 望眉止渴属于复杂反射 其他的反射活动属于简单反射 因为只有望眉止渴 是大脑皮层参与的反射活动 那么简单反射和复杂反射 有哪些区别和联系呢 简单反射是物种在长期进化过程中 形成的 而复杂反射是个体在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简单反射是先天的 与生俱来的 复杂反射是后天的 通过学习获得的 简单反射 参与反射的神经中枢在大脑皮层以下 如脑干、脊髓 复杂反射 参与反射的神经中枢在大脑皮层 简单反射是永久的 固定的 复杂反射是暂时的 易变的 简单反射有利于生物适应不变的环境 复杂反射帮助生物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 简单反射是形成复杂反射的基础 今天的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复习激素调节 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是 一、说出内分泌线的特点、种类 说出激素的概念和主要种类 二、举例说明人体的激素参与生命活动的调节 三、举例说明激素调节与神经调节的关系 在一次期末考试中 老师提醒还有15分钟就要交卷了 某同学突然发现还有一道难题根本无从下手 于是立刻紧张起来了 出现心跳加快、面红耳痴的现象 身体为什么会有以上反应呢? 回顾所学知识 同学们可能会说出是肾上腺分泌的激素起作用了 没错 下面我们来更为深入地分析这一情境 看到难题、听到指令时紧张的反射活动 是简单反射还是复杂反射呢? 是复杂反射 因为有大脑皮层的参与 你能说出完成这一反射活动的反射弧吗? 同学们可能会想到 先是有眼睛的视网膜及耳朵的耳窝感受到刺激 将刺激转化为神经冲动 沿着视觉神经和听觉神经传入到大脑皮层 大脑皮层处理信息后 再将指令沿着神经纤维传到脊髓 神经冲动沿着传出神经传到肾上腺 于是 肾上腺就会分泌肾上腺素 从而导致紧张 正像同学们说的那样 感受气是视网膜和耳窝 传入神经是视觉神经和未听神经 神经中枢是大脑和脊髓 效应气是肾上腺 肾上腺是一种内分泌腺 此外 你还知道哪些内分泌腺呢 对 胰岛 垂体 甲状腺等 内分泌腺与外分泌腺有什么区别呢 让我们来看这幅图片 胰脏分为外分泌部和内分泌部 外分泌部分泌的液体称为胰液 通过胰岛管将胰液运输到小肠 内分泌部脊移岛 是胰脏中央的一团团细胞 其分泌的胰岛素直接进入其周围的毛细血管 而外分泌腺有导管 通过导管将其分泌的液体运输到相应的部位 我们之前学过的所有的消化腺 汗腺等都是外分泌腺 无论是内分泌腺还是外分泌腺 都是具有分泌功能的器官 据此推测 它们主要由哪类组织构成 对 上皮组织 人体的内分泌腺 构成内分泌系统 内分泌系统分泌的激素量虽然小 作用却很大 调节着人体的生殖发育等生命活动 那么什么是激素呢 激素是由内分泌腺合成 并直接分泌进入血液的化学信息物质 其化学成分为蛋白质或脂类等有机物 它通过调节各种组织细胞的代谢活动 来影响人体的生理活动 下面 我们通过各种激素缺乏或过剩的症状 来推测各种激素的作用 成年人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就会换甲抗 甲抗病人食量大 却很消瘦 还很容易激动 爱发脾气 成年人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 可能会换甲状腺肿 同时还可能会有体温偏低 怕冷少汗 心率缓慢 感觉吃顿 表情淡膜等症状 幼年时期 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 会患呆小症 据此推测 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 具有促进发育和代谢 提高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的功能 胰岛素分泌不足会患糖尿病 胰岛素分泌过量会得低血糖 据此推测 胰岛分泌的胰岛素 具有调节血糖浓度的作用 即胰岛素 能够调节糖内的吸收利用和转化 身上腺素分泌不足会出现 乏力恶心体重减轻的症状 身上腺素分泌过量会出现心率失常的症状 这是因为身上腺素具有 使呼吸加快 心跳血流加速 血糖升高的作用 胰岛和卵巢分别分泌 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 分泌不足会导致性器官萎缩 第二性征减退 这是因为性激素具有 促进生殖细胞的生成 和生殖器官的发育 维持第二性征的作用 幼年时期 生长激素分泌不足 会得猪乳症 分泌过多会得巨人症 这是因为垂体分泌的生长激素 具有促进蛋白质合成 促进骨骼和肌肉的生长的作用 与神经调节相比 激素调节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呢 通过前面的复习 我们知道了 神经调节的结构基础是 反射弧 而激素调节的结构基础是 激素 神经调节的调节方式是 反射 激素调节的调节方式是 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 相应的细胞起作用 神经调节 反应速度迅速准确 而激素调节 反应速度相对缓慢 神经调节 作用时间相对短暂 而激素调节作用时间较长 神经调节 作用范围比较局限 激素调节 作用范围相对广泛 因为它是通过血液 运输到全身 依据下图分析 神经调节和激素调节 有怎样的关系呢 读图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神经调节 控制着激素调节 激素调节 又对 神经调节 产生影响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道小题 先看这道题 下表中症状与可能病因的分析 不匹配的是 应该选哪一项呢 应该选B 你选对了吗 生长迟缓 身材矮小 治理正常 不是幼年时期 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引起的 而是 幼年时期 生长激素分泌不足引起 因为它这儿说了 治理正常 如果是幼年时期 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 就可能会导致得 呆小症 因为甲状腺激素具有 促进发育 促进神经系统兴奋性的作用 让我们来看A 多饮多食且消瘦 多尿尿糖 确实是因为 胰岛素分泌不足引起 C 身体逐渐消瘦 情绪容易激动 确实是 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引起 因为甲状腺激素 除了能够促进 神经系统兴奋性之外 还有促进代谢的作用 患者食量大 身体却消瘦 再看底 脖子肿大 呼吸困难 是因为 缺点造成的 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 正确 因为 甲状腺激素合成的原料 就有点 如果身体内缺点 甲状腺激素分泌的不足 甲状腺细胞 就会代常性的增生 再看这道题 还是先请大家读题思考 应该选C 你选对了吗 甲仪两组实验对比 变量是甲状腺 结果表明 甲状腺可以促进 蝌蚪的发育 甲饼两组实验 对比 变量是甲状腺激素 结果表明 甲状腺激素 可以促进蝌蚪的发育 一饼两组实验 不能作为一组对照实验 因为有两个变量 一个是甲状腺 一个是甲状腺激素 不符合设计探究实验的 控制单一变量的原则 且无法得出 甲状腺可以分泌 甲状腺激素的结论 蚁的前后对比 是自身对照 正常蚁和破坏其甲状腺对照 说明甲状腺可以促进蝌蚪的发育 破坏其甲状腺 和后来加入甲状腺激素对照 变量是甲状腺激素 说明甲状腺激素 可以促进蝌蚪的发育 因此 通过蚁的前后对比 可以说明 甲状腺和甲状腺激素 都可以促进蝌蚪的发育 所以 只有C选项是错误的 让我们再来看这道题 先请同学们仔细读题 认真思考 应该选择B 你选对了吗 看A选项 胰岛素由一线外分泌部分泌后 直接进入血液 说法错误 胰岛素是由一线的内分泌部 胰岛分泌后直接进入血液 通过仔细的阅读题杆 能找到 该探究实验的变量是药物X 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模型属应该是糖尿病属 且都注射过等量的胰岛素后 所以B说法正确 C说法错误 仔细读曲线图呈现的实验结果 会发现 实验组数的血糖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 因此该实验结果说明 药物X对降低血糖有明显效果 所以D说法不正确 这节课我们就学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再见